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地特区牧邦县第二区文书培训邦正式结业 当前 随着地特区群进的荣耀光复 推动部队建设与地方政权建设成为当情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 为切实保证各项重建政策的顺利落实 在正义党中央的指示下 群区各级单位及同盟军群军正在紧锣密鼓的组织进行新兵集训及业务培训 一批批应征入伍的有志青年在各个集训基地成良成才 带着满腔热血与报复奔赴各个工作岗位 为特区与部队建设注入新力量 5月22日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司令部又一期集训中队正式开训并举行动员大会 同盟军司令部军训处处长自国军中校副处长刘洪群少校 携军训处各级干部及群体参训学员参加动员大会 大会有司令部军训处集训中队队长杨锡勋上位主持 上午8点 大会在辽量的同盟军军歌声中拉开序幕 根据大会议程 军训处副处长刘洪群少校 首先宣读集训中队行政架构及学习训令计划 并做开训动员讲话 副处长在讲话中代表军训处对此次参训学员们的光荣入伍 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并要求全体学员在今后务必要明确神圣的军人使命与职责 牢记为谁当兵为谁扛枪 将振兴民族争取民主联邦的革命目标 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并为之努力 刘副处长强调 战可以千日不打 但兵不可一日不练 只有过硬的实力才能够保证民主革命事业的不断胜利 确保特区群进的长治久安 为此 他要求群体学员在接下来的训令学习中 一定要做到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尊重教育 团结同志 一心一意将提升个人军政素质作为努力目标 不断推动自身学习进步 要求群体行政管理组干部要做到矜持原则 以身为放 大胆管理 科学练兵 同时将维护内部团结的信念贯彻到训令工作中 并保障好后勤补给 确保训令任务的圆满完成 集训中队代表 帮长代表 学云代表 先后在大会上表决心 保证将严格按照组织规定 结合实际情况 应递制宜 英才试教 认真钻研 刻苦学习 共同完成好既定的训令和学习目标 大会最后 自国军处长做会议总结 并针对此次集训提出如下要求 一是要求群体学员安心服役 定心学习 时刻保持军人高度纯洁的思想 做到服从管理 尊重教员 团结同志 充分认识到 作为特区公民有义务 更有责任为特区的建设发展奋信力量 要发扬不怕苦 不怕累的艰苦作风 努力当自强 高标准要求自己 争作优秀兴奋 执行好部队的条例条令和保密规定 切实防止大小事故的发生 二是要求行政管理组干部 要充分认识到管理是为学习服务的 一定要坚持严格管理 严格落实的精神 从细节入手 做到港广 会广 想广 三项结合 及时纠正学人的错误 培养军人 雷厉风行 另行禁止的优良作风 要严格贯彻执行从上到下 足及管理的行政措施 尤其是干部要起到树立典型 带头模范的积极作用 时刻牢记干部即是一面镜子 只有干部以身作则 足及服从 才能够做到层层节制 实现一级带着一级干的效果 最终诚信出最佳的管理和训练成绩 同时 干部在管理中 还要学会用长远的眼光 看待事物 开阔胸怀和格局 对待加入革命队伍的所有人员 要做到不计前嫌 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真正实现群民制区 依法制区 依法强军的核心目标 5月21日上午8点 缅甸联邦第一特区 慕邦县第二区文书培训帮 结业典礼 在县政府大楼顺利召开 慕邦县县委书记彭新强 慕邦县副县长陈国相出席会议 武装科科长李志同 慕邦区副区长赵德新 慕邦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马清云 文教科副科长杨慧强 以及财政科副科长金荣平等 各单位主观及学员近50人参会 大会议时 慕邦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马清云 首先做文书培训帮结业总结报告 随后 文教科副科长杨慧强 在会上宣读优秀学员表彰通令 对在本期培训中表现优异的两名学员进行表彰 彭新强书记为其帮发荣誉证书 其他参会领导则依次为培训帮结业学员帮发毕业证书 会议最后有彭新强书记发表讲话 他表示结业顶礼是毕业学员们的新起点 他要求学员们无论分配到哪个工作岗位 一定要牢记所肩负的重要任务 树立理想信念 将所学知识带到实践中去 忠诚履职 学员们要立足本职工作 积累经验 以德为重 对工作要求做到甚微 甚眼 甚行 在各单位做好带头模范 此外 彭书记对此次结业学员的成绩和能力表示肯定 要求他们做好充分准备 迎接革命新一阶段的到来 最后 结业鼎礼大会 在学员们荒生雷动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今天的新闻内容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